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乳化炸药生产企业 员工多少人 临时工多少人 那么这个工厂没有独立安全管理机构 没有专监制的管理人员 也没有召开安全的专利会议 所以这个总之一话 混乱 但他要描述的一个具体情况 10年7月88日 王副厂长来进行检查 他的装卸情况 手推车 一次可装八代 等一些容易出问题的具体细节 包括这个包装 那么他最后有一个著名 最后每袋硝山岸50千克 每桶配料25千克 朝车规则炸药密度 另外他还告诉我们这个硝山的临界量 乳化炸药的临界量 所以这个题目 他告诉我们这个临界量 实际上这个案例没有什么意义 当然关键的知识点 他谈到了明报企业安全能源组织机构设置要求 你明报企业和我们矿山有什么关联呢 第二个谈到各类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内容 这个我们要回头说一下 第三个是明报企业现场检查内容 这个和我们的矿山也没有关联 第四个就是我们要谈到重大危险人辨识 怎么样判定重大危险人 这个第五谈到乳化炸药 要发生火载爆炸的主要因素 所以这个大家大体一看 我们也没有细细地看 就是因为和我们矿山没有直接关联 当然这个里面他谈到的几个知识点 倒是有必要 我们掌握一下 大家看第一是各类安全教育培训内容 这个各类安全教育培训内容 我们说有四类人员 主要负责人 安全生产馆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和从业人员 但是我们说起来在考试的时候 他不可能考那么细 当然他可能出一些更具体的题目 他问某一个人员的培训内容 例如2014年 他考一个抽水作业岗位 这个蹦站功 这个培训内容 当然像这里题目 有些同学可能一听就头大了 我再怎么复习也不可能复习到这么具体的这么一个培训内容 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学习 给大家准备一个模板 也就是我们通过总结 总结出几类人员的培训内容 那么你看一看 你问到的这个问题适合用哪一个 你就用哪一个 所以这个地方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把所有人员的培训分成两大类 这两大类我给大家说一下第一类我们叫管理类 管理人员 那么第二类我们叫操作类 我们一些岗位工 普通工人 所以说一个是管理人员 一个是操作人员 这两类人员的培训内容显然不一样 我想我们通过知识点一的讲解 大家可以归纳出这两类人员的培训内容 形成一个模板 考试时候如果遇到 它涉及了一个管理人员的培训内容 我们就套管理模板 它涉及了一个岗位的培训内容 我们就套操作模板 那么遇到这个培训内容的题目 我们是不是就已经解决了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点的讲解 要形成两个模板 首先我们看主要负责人的培训内容 当然主要负责人的培训内容 有初次培训 有再培训 以时间要求 当然我们这地方 先说一下 然后形成模板 先说初次培训 当然说到培训的时候 如果不加说明 我们所说的培训就是初次培训 大家看初次培训内容 国家方针政策法规标准 你就记关键词 方针政策法规标准 然后是管理的基本知识 技术和专业知识 第三是重大危险原防范 应急管理事故调查 第四是职业危害 第五是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第六是案例 当然我们需要说明的是 所有的培训都要有案例 这也是一个规律 所以大家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让你谈某某场合 这个培训内容的时候 某某岗位某某人员的培训内容的时候 你首先想要不要想 先罢这个案例分析 给它写上去 或者是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或者说岗位有关的案例分析 就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看方针政策法 为管理知识 及送权技术 危险原事故防范 职业危害 险境管理经验 案例分析 你把这些答上去 可以说所有的管理层的培训 你这么答就可以 我还是那句话 这个模板你答上去 不一定非常精准 但是五分的题目 你能答复四分 这就可以了 这是培训内容管理层的 所以刚才我给大家讲了两模板 那么第一个模板 管理模板 已经给大家了 自己归纳一下 这下一个关键词 非常简单 当然这培训内容 这个都好 主要体现一个新制 新政策 新法规 新技术 新知识 新工艺 新设备 等等等等 写一下 然后管理经验 事故案例 当然刚才我们也说过 所有的培训都有案例 但这个培训时间 我们也清楚一下 我们的金属 非金属矿散 那么我们主要负责人的培训时间 初训48 每年再培训16 这是根据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培训规定 而来的 大家注意 这个时间要求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谈的管理层的培训 那么操作成的培训怎么办呢 一个普通工人 一个操作岗位 这个培训 培训内容怎么大 我们主要是从三级培训内容 这个地方来组织模板 当然三级培训厂级 那个层次比较高 厂级的风险辨识 规章制度 安全讲成 从业人员的权利用 这个厂级的层次太高 我们不过多参照 所以我们主要围绕车间级的培训 谈操作成的培训内容也可以 所以岗位奉献辨识 当然事故案例 岗位职责操作技能 自救呼救急救 个人防护 安全设施 紧急处置 等等那些 当然我们可以再答一些 作业过程的风险分析 岗位操作规则 当然也可以再答上 厂级的一些内容 总之把这些揉合到一块 再结合我们岗位的具体情况 例如一个机械岗位 一些机械检修常识 机械安全知识 如果是个电机岗位 用电安全 触电机就 在协商这些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给大家讲的两个层次人员的培训 大家不要均一于形式 我们积累了这些点以后 你自己组织成一个模板 我们就很容易写 当然我没有给大家形成一个统一的 这样的话不注意大家自己组织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组织一下这两类人员的模板 用自己的话 用关键词归纳一下 我想这样效果更好一些 所以对于各类人员的培训内容 我们就准备两个模板 你分别套用就可以 这是我们培训内容的一块 那么第二个知识点 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 它给出了临界量 让我们判断重大危险语言 它既然给出来了我们管理课程诱语 我们就说一下 当然我们现在关于微化品的重大危险语言辨识 最新的国标是18-228-2018 原来是2009 去年公布了新的国标 我们2018 那么这个当中 实际上很简单 就重大危险语言判定这一块 和过去没什么区别 两种情况 单一平容 就看一看这个微化品的数量 是不是大于我们的临界量 如果大于等于临界量 就是重大危险语言 如果小于临界量 那么就不是重大危险语言 单一平等 单一是个多个平等 这多个平等情况 我们就要看一下这多个平等对应的临界量 看它的权重系数之和 第一个的实际量除以它的临界量 第二个的实际量除以临界量 这样系数之和是不是大于等于一 如果大于等于一 那就是重大危险 如果小于一 那就不是重大危险 所以这个判定很简单 我们说 就这么一个基本的判定 当然在这个里面 这个有一个细节 就是根据国标18282018 就是我们这个储贯和容器 包括仓储区 它的实际存在量 我们是按设计最大量来确定 因为这种仓储区 这个量是动态的 但是我们要按设计最大量来确定 不能说你这一会是重大危险语言 那一会就不是了 不是这样 我们要一个持续这么一个管理 按它的设计最大量来确定 当然对于微化品 也混合物 如果混合物和纯物质 属于相同类别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混合物 认为是纯物质 按整体来计算 当然如果混合物和纯物质 不属于相同危险类别 就按新类别来考虑它的领解量 这是几个特定情况 大家了解就可以 好 到这段为止 我们这个教材第七章 涉及到的十五个案例 我们分成五个部分 就讲完了 当然应该讲我们前面 一开始尽量的把 涉及到一些质量先尽量讲出来 所以到后边越讲越快 前面讲的内容比较多 时间比较长 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好 我们第五个部分 就讲到这个地方 再见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